大型文化石硅胶膜的制作流程 准备好所需工具 切割相应的平整的石砖 在石砖上画上刻度线 给硅胶模具预留1cm左右的厚度 把膜总表面清理干净 并均匀涂上一层脱膜剂 然后在四周围上石砖 并用热溶胶封好缝隙 称量硅胶 根据产品的结构 复杂程度 大小选择硅胶的类型 在这里我们用红叶的HY628硅胶 然后加入2%到5%的固化剂 把硅胶和固化剂充分搅拌均匀后抽真空 某种上倒入第一层硅胶 第一层硅胶要比第二层的厚 用刀具把硅胶捋平后 在表面轻轻铺上2到3层的玻璃纤维网 然后再用刀具轻轻将玻璃纤维网按平 再倒入第二层硅胶 再用刀具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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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硅胶完全固化后3到4个小时 拆掉四周的石砖 用剪刀修剪硅胶 至此整套流程结束 24小时后即可投入生产使用 硅胶模具应保存在通风、阴凉、干燥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